大家好,歡迎來到這集的晚團新聞 一分鐘,各位喜歡聽清奮消息的朋友 終於有些開心點的訊息可以跟大家說 James Gardner 上半季借了去屈福特 下半季,即是現在開始借了去諾定咸森林 都是英冠的球隊,不過有少少戶緊急的情況 厲害了,第一場球踢了之後已經令到 森林的領隊Chris Hilton 稱讚他 今場第二場踢更加厲害了 獲得man of the match 獲得最佳球員 其實挺有趣的,因為原來有另一位球員跟他一起 在屈福特,接著一起轉到森林 那位就是Glaine Murray 不知道大家記得嗎?Glaine Murray 早兩屆都還在踢英超 他在踢布里頓的前鋒來的 他的特色是甚麼呢?他好過很慢 他試過單刀球都特意拖慢節奏 讓隊友來幫忙接應 這場球,第二場球 他和 Glaine都是踢的第二場球 他進了兩球,亦都令到 森林贏了三比零 第二場球 對手就是Wakeham 最有趣的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 James Gardner 為甚麼獲得man of the match 原來第三球球 就是他一個腳外檔 在進攻路線的右手邊 一個大轉邊 腳外檔 轉了給左手邊的隊友 然後再傳中 被Glaine Murray射入了 那球球是第三球 這樣 B球球真的非常漂亮 在大轉邊 我們經常看到普巴做的 所以令到 鑼鐵銀森林的 球迷 簡直是非常興奮 對不起 第三球是 Nocker進入的 不是Glaine Murray Glaine Murray之前已經進入了兩球 第三球不是Glaine Murray進入的 不好意思 先修正 不如我們聽聽一些森林的球迷 在社交媒體那裏 留了甚麼言 他們怎麼說的 James Gardner 他就說 有一位球迷就說 森林的球員 一定是覺得聖誕就再來多一次 有James Gardner 這個球員真的是非常之厲害 他就說 會令他想起誰呢? 令他想起史高斯 厲害 另外 另外 新林的球迷就說 他那球的腳外當 轉大轉邊 真的令我 我也在懷疑自己 是不是在看真正的東西 另外 另一位 新林的球迷就說 Glaine Murray和Murray 來到後 真的令到球隊不同了 另外 他就說 Chris Hilton也有很有經驗的一個領隊 可能會真的令到他們更加越踢越厲害 另外一位球迷就這樣說 他說這位 James Gardner 這位中場 他有信心 有能力 在用球方面 不論在進攻和防守 在LINK UP方面做得非常之好 亦都是賺他第三球 那個大轉邊 真的非常之棒 他就說 另外亦都賺了Murray 是一個自然的 是一位自然的 是一位自然的 另外 有位球迷就說 我今天不停地 LOOP James Gardner這球傳送 真是 不知道為何 Watt福特會 不要他 借了來這裏 最後我也想說回 Gardner 今次希望他在森林 繼續可以發光發亮 成為一個更加成長 更加成熟的球員 雖然 現在森林 是一個護領級的球隊 但是我相信 如果他可以幫到森林護級的話 對他的成長也一定發展 而且 老實說 我們這幾年都見了很多外債 基本上連踢都沒得踢的 很開心見到 James Gardner 是一個相對來說 比較成功的例子 亦都希望他 可以繼續下去 因為只是兩場球 還有十幾場球要踢的 起碼聯賽方面 儘管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可以 繼續去成長和發展 因為 這個位置我們都是要有人用的 還有我們其實之前都見過一下 他究竟 在英超方面是怎樣 雖然出了機會不多 在英超過三個也是 所以 很開心 終於 在這次 這個外債 看來 有些成功的希望 OK 今次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字幕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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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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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 馬亂球員 祝哥請 看看誰夠魔性 這個系列 剛剛完成了 總共為大家做了26條片 介紹了26位球員 今天最后一位介紹的 就是 潘努佛蘭迪斯 我亦做了這個 playlist 亦用同樣的名字 叫做 馬亂球員逐過程 看看誰夠魔性 大家有興趣 可以到這個playlist 看看相關球員 大巴如何介紹 以及最重要是 給分 過多一兩個星期 大家都給分 我會做一個總結 誰最適合做 萬聯球員 誰魔性比較強 大家有什麼意見 我們也要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